我首先说一下这个武汉E-Star Pro跟佛山DRGGK我觉得懂得自然懂 这个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去分析 武汉E-Star Pro的第三轮的状态是这个箭头 没毛病吧观众朋友们 它的状态是逐步上升的一个状态 对吧 武汉E-Star Pro这个 然后佛山DRGGK的在第三轮的状态是先是平的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状态 这是佛山DRGGK的状态 我觉得佛山DRGGK的话跟武汉E-Star Pro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呢 应该是一个4比1或者4比2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武汉E-Star Pro 这边是E-ST 这里 这个就没什么 这个就没什么悬念了 看两个队伍的近期第三轮的状态 这没什么样太多的悬念了 重庆囊队跟北京微博 这两个队很刺激 打BO7 他们上一轮的交手 观众老爷们可以看一下 上一轮的交手的数据还在 我们说一下这两个队伍的风格 我们说一下重庆 重庆囊跟北京微博的风格 这两个队伍的数据特别有意思 这两个队伍的数据 你会发现 北京微博在整体数据上面 在整体数据上面 盛场跟副场时长 这两个队伍都差不多 这两个队伍其实都差不多 分军经济的话 北京微博是要高一点的 场均经济也是北京微博要高一点 北京微博的场均经济高的主要原因 是要有副场时长 拉长到他的场均经济 这边的副场时长是要多的 盛场时长是要多的 北京微博不管是赢比赛时间 还是输比赛时间 都要比重庆囊对球 所以在把场均时长的 就是把那个场均的经济往上拉了 你们看一下资源控制 这两个队的数据特别接近 这两个队的整体数据特别接近 一个55.8% 但是在暴君控制率上面 北京微博的暴君控制率 真的是夸张 北京微博这个队伍 在场上的暴君控制率 高达63.5% 观众朋友们知道这个暴君控制率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可以还把一个队伍拉出来做对比 你这样可能观众方面更直观一点 你看了没 观众朋友们 武汉E-Star Pro这个队伍是什么属性 观众老爷们 我告诉观众老爷们 一个队伍的是什么样的属性 你可以这个样子的 一个队伍是什么样的属性 你们就可以看这个暴君控制率 你会发现这个队伍的暴君控制率高的有点不正常 这两个这两个队伍就是他妈打架队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两个打架队 然后你发现主宰跟暴君的控制率其实差不多 有的甚至喜欢更多的拿主宰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队伍的话 是个 你就会发现这个队伍的话 喜欢去推他 然后去做运营 然后去跟你做拉扯 北京微博现在是北京微博 现在这次队伍在联盟我的评价就是蟒中蟒 蟒出一片天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不能就没有什么是不能用一波团战来解决的 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波 这是我对北京微博现在的评价 蟒中蟒 重庆狼队的这个数据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 观众朋友们 为什么说重庆狼队的 重庆狼队的 那个数据是有一变欺骗性的 因为重庆狼队在小胖 没有上场之前 有一段时间的数据是很糟糕的 小胖上踩之后 换上了小胖换上了笑鱼 笑鱼这两个队员之后的话 重庆狼队整体的状态 就是重庆狼队整体的状态是 跟一武汉一十大pro一样的 重庆狼队整体的状态是 是往上升的 重庆狼队的状态是逐步往上升的 然后北京卫博的状态的话 北京卫博这个队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状态呢 兄弟们 北京卫博这个队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是波浪型的 有没有兄弟们知道为什么是波浪型的 知不知道为什么是波浪型的 这北京卫博的这个队伍非常的神经刀 你知道吧 真的很神经刀 北京卫博这个队伍如果队员全员状态很好 就是满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北京卫博的话 是有可能并且有几率打败联盟任何一次队伍 但是他的状态要是 今天一上来这个掉个点 那个掉个点 打BO7这个嘎一下 那个嘎一下 兄弟们 我的评价是 他很难 我的评价是他很难 而且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是什么样子呢 兄弟们 就是BO7 BO7的赛制的话 是一个长线作战制 BO7的赛程是一个长线作战制 打季后赛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长线的布局 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布局 比如说我们在打BO5的话 可能上去莽几把 莽赢就莽赢了 但是BO7不一样 BO7的话 你如果对这些比较莽的队伍是一个很吃亏的 很吃亏的 包括武汉Eastra Pro 打了季后赛之后的话 观众朋友们 我就把话放在这里 武汉Eastra Pro 包括北京卫博这两个队伍的风格的话 在打季后赛的时候 他一定会莽 莽的话一定会在第一小局跟第二小局 从第三小局开始 从第三到第六小局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阵容的部署 以及剩下的英雄 不能给他再搭配那么多 比较前中期比较强势的阵容 让他去莽野去了 这样就会导致什么样子呢 因为你英雄不够了 英雄不够了 你如果用四局特别莽的东西 你上来就想4比0 嘎嘎把人家带走 那你英雄是够的 但是你如果要做一个长线作战的话 你如果还是想那种一往无前往前面那样满的话 你英雄持不够了 你打到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野区你还是进不去 你阵容拿出来 你野区就是进不去 你还是要拼稳定 还是要拼团战 还是要去拼运营 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所以在BO7跟BO5是不一样的 BO5的话你可以拿每一局都跟他拿拨命的阵容去拨 因为英雄持够 英雄持够 但是你打BO7的话 你打BO7你要买一局莽人家的话 那你就要想到说兄弟们我这边就莽 莽赢了就莽赢了 莽赢了就拉倒 能懂我意思吗 就这种其实在重庆北京微博在这个方面跟武汉伊斯坦 我觉得在第一局跟第二局应该会拿那种比较强势的阵容拿出来 想都要吃分 然后从第三第四局就要开始用英雄的组合跟搭配了 要搭配一点东西出来了 不能再无脑胸了 阵容决定的你莽的上限 你兄弟们你说我要拿个什么张飞 拿个大小姐 中路拿个王昭君 你说这三哥们一出来 你说他怎么莽 他怎么拿头莽 他也莽不动啊 懂吗 就大家观众朋友们能理解 所以我想告诉观众朋友们get的点吧 你七局游戏 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多组合可以给你拿的 英雄英雄跟阵容决定你 你要去做的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个长线作战里面的话 我个人比较看好重庆囊 我个人是比较看好重庆囊 然后比分的话 应该是一个 比分的话是这个样子 如果重庆囊队跟北京微博真的打到了三比三巅峰对决 我觉得北京微博能赢 我觉得北京微博能赢 我所有的预测是建立在观众朋友 我所有的预测是建立在不打 不打巅峰对决的时候 不打巅峰的 不打巅峰的基础上面 兄弟们 在不打巅峰的基础上面来说 重庆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4比2 左右 然后武汉Estat Pro打佛山GK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个4比1或者是4比2的比分 我个人更倾向4比1的 感觉是一个5比2的比2对决定 分析 也要解决 对决定